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TagDarren的第一个视频 我是TagDarren主播伟胜,或者你们叫我阿胜就可以啦 那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习惯性在YouTube上面搜寻科技产品的评测呢 你们也许会对我有一点点的印象 那是因为我本身担任KL Gadget TV的主播 那个是英文的科技频道 那我们其实设立KL Gadget TV也有三年了啦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是希望说我们可以设立一个中文的科技频道 那我们就成学你们啦 我们就设立了TagDarren这个YouTube频道 这个是专门做给你们听得懂中文的观众朋友们 让你们更加深入了解科技产品的优缺点 那好吧,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视频呢 我们将会对Honor Bar这台手机进行一项非常简单的评测 我本身已经在使用这个Honor 8有一个星期了 那它到底是不是一台好手机呢 我们来看看吧 那我们先从手机的外观和设计开始说吧 那Honor 8这台手机呢 是Honor有史以来呢 设计最漂亮的一台旗舰机 它除了Yong有一个金属色 它前后都有2.5D的这个玻璃 那其实呢,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呢 就是它后面这块极光玻璃 意思是说呢 它这边其实有着16层的那个工艺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把灯光呢 照在它背后的话呢 它其实就有一些光纹出现 那我现在示范给你们看 我现在打开手电筒你们就看到了 看到吗?非常漂亮吧 手感方面呢 由于Honor 8的这个5.2寸螢幕的边框非常的狭窄 况且它的身心哦 有些偏远 所以握在手上的感觉呢 是非常好的 但要注意的就是呢 它有一个比较平的这个背面 所以你握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滑 小心滑掉哦 而且一滑了 如果跌下去呢 玻璃破 那就得送去微信中心哦 硬体规格方面呢 Honor 8有标准版和高配版两个配置 那我手上这个魅海兰的Honor 8呢 是高配版的颜色 它拥有华为自家的Kirin 950 CPU 4G随机机 64G内存 还有支持快充的3000毫安电池 那Kirin 950这块CPU 其实有非常好的效能 并且也非常的省电 虽然它在图形效能测试的成绩 不是说很理想 但很多游戏都可以玩得很顺畅 Honor 8运行这Android 6.0的作业系统 它并有华为自家的EMUI 4.1使用界面 其实呢 它的用法就跟iPhone差不多一样 手机的软件基本上是非常顺畅的 使用的期间 我都没有遇到卡机的问题 那很多人都会在那边想 之前Honor 7的那个智零件在哪里呢 那就是在它的指纹辨识器这里啦 所以它这个指纹辨识器呢 是非常的快 而且它也是一个按钮的 所以如果你这个按钮呢 你可以设立呢 它可以运行一些软件或者是一些捷径 非常非常的方便哦 那在这期间其实很多人都问我 Honor 8这个1200万像素的双镜头 是不是和华为P9的那个莱卡镜头 是一样的硬件呢 那老实说啦 其实在华为的P9 那个不是莱卡的镜头 那个是莱卡认证的OEM镜头 那也就是有人帮华为代工设计那个镜头出来 那莱卡只是TOP 说PASS 这个是我认识的一个镜头 那老实说 其实呢 这个硬件呢 是跟P9一样的 只是说它没有莱卡的黑白照相功能 所以呢 你在Honor 8的这个照相软件里面 你是找不到黑白拍摄的这个模式的 那虽然如此 Honor 8的这个双镜头相机呢 拍出来的效果 其实跟P9非常的接近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到我们下面那个Flickr相簿 去看看一下 P9和Honor 8的拍照样本的比较 在评测期间呢 我对Honor 8的这个续航力是非常满意的 平时在一天里面 如果用总共两个小时 它都通常都可以顶到隔天才需要充电 如果初用的话 那就记得随身带充电器哦 整体上来说 Honor 8是一部非常好的旗舰手机 不止外观漂亮 效能也非常的棒 但是它的售价太昂贵了 除非你真的是看设计买手机 不然的话 Honor 8这个家里 其实可以买到更好配置的手机哦 今天的评测就到此为止哦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下面评论 然后我们会尽量回复你们有关Honor Bar的问题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想要观赏英文的科技评测 你可以到KL Gadget TV的这个YouTube频道 订阅我们 那也记得订阅Tech达人这个YouTube频道 我们会非常非常努力的 带给你们更多的中文科技产品评测 那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